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妈住院呢已经四五天了 今天打电话说呢 后天呢医生说可以出院 而且我妈在医院呢吃了三天的汤药 然后就是做物化 她不是有点咳嗽吗 照着肺的那个 肺的一个 一个片子也可能也没什么大事 所以她现在已经不咳嗽了 那喝的汤药呢 可能也是治她关键严的吧 因为她不是挂的那个磕 是中医的风湿科嘛 三天的汤药也喝完了 然后医生说呢看看 后天出院让我明天去一趟 我妈说呢又开了一摞的单子 就是抽血呀化验呀 什么心肝肺的必超啊 一系列 一摞 我得陪着去 因为前两天陪着去呢 已经照过了哈 一系列的单子 所以呢我妈一说哈 因为当时她也觉得 都出院了干嘛还要做检查 我当时也是觉得 既然出院了不免呢 就会让人想到那个 因为有的时候我爱说实话 可是呢就 因为你毕竟面对的是 这个广大的网友 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私下 得关心门来聊天 所以说话就得注意 以前我就不注意这些 就觉得聊天嘛 什么都说 其实会给一些人 就是带来一些 但是呢 可是又止不住啊 想说实话呀 因为呢 她一落单子 我当时想的就是哈 交了5000块钱押金 快出院了 是吧 大家也心领神会了 我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多年认识的一个大夫 她呢已经退休了 她今年70多块80了 是一个非常有医德 德高望重的 受人尊重的一个好人 女的 她曾经就跟我说 因为我有一次体检啊 就出来的结果呢 我让她看 因为是孩子单位的嘛 就是每年去体检 我跟她爸去不花钱 但是呢 体检的结果呢 人家就简单写一下 但是也不会说 你再回去到医生了 医生给你耐心的讲 所以我跟这位阿姨呢 认识好多年 很熟 关系很好 我就让她看 她说呢 没什么事 后来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就是因为她是大夫嘛 所以她退休以后呢 又被反聘到一个医院 一个医院 因为这个人呢 年龄大 那一代人啊 就很有医德的 所以她一般给病人看病啊 就开的药很便宜 甚至不用吃药的呢 她就不给开 所以找她的病人就很多 但是时间久了 医院的领导就找她谈话了 就说 是吧 医院里这么多工作人员 是吧 你们医生在前面 看病 收费 也就是说挣钱 那其他有很多 比如食堂的 办公室的 是吧 他们是没有收入的 那要靠这个来 创造收益 后来那个 我这个朋友就明白了 说我是给病人来看病的 要是跟钱 沾棍 是吧 你要是说为了让我给 医院多创造效益 去给医生 给病人多开药 我就不干了 所以她自动就辞职了 因为她也到了退 她也退休是返聘嘛 所以听了她那话以后 我们那次聊完天以后 所以我妈在住院的时候 我就很 关注这个 我就老去医生那 但你要不懂的话 是吧 人家就 这个有必要吧 那有必要 你也关注点她的病情 是吧 所以呢 明天呢 但是我妈也跟我说 也怕我到时候又跟医生 真的每一次住院 都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 可累了 我可累心了 我妈说 既然都来了 那就得花钱 那怎么办 她还安慰我 劝我 又抽血 右左笔超 你一个中医风湿科 肝 什么的 痞啊 这个哪个的 一个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不信任医生 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 他可能这个医生也是 为了医院吧 或为了什么 就是 真的你要不了解这个情况 你可能就 但是 就好像就有一个梗 一旦什么 就觉得 你要我 抽我血没事 我吃两顿饭 我就回来了 但我妈毕竟年龄大了 是吧 就是反复的这样去 化验 这么短时间的 对她身体 带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很 接到我妈这个电话 我就一直在犹豫 既然后天就出院了 如果我明天强烈 跟医生要求 我们所有检查都不检查了 我们就出院就完了 是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喝汤药 我们回家喝去呗 物化现在也好了 也不用做了 那还检查什么 检查什么 我今天一问医生 医生说 医术上的事 我不想多跟你说 你也不懂 好 一句话给我噎回来 我说我妈这个 怎么怎么回事 怎么 你们用了什么药 我想再仔细地问一问她 当时就给我噎回来了 我挺生气的 人家说了 关于我们怎么治病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一句话两句话 也说不清楚 态度很恶劣 还是一个挺年轻的呆 出院之前 你们说还有必要做这个检查吗 好了 就这样这么多 点赞关注哦